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那个 记得要把它改Image Button Image Button改完之后 记得就是再去改它的那个就是 程式部分 所以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说你从前面这边 去变更它的什么Image Button 记得就是从那个Bitground这里 记得是从Bitground里面 如果你有那个图的部分你就记得是Drobo OK Drobo里面的话也有Project跟Enjoy 所以你将来这个地方 可以去做 切的时候记得是找Project 就是你这个专案里面的Drobo OK 所以刚刚同学进来之后呢 记得它再切到这个Drobo 名称Match Without 那因为我们的党名是P开头的 所以你记得往下拉 或者你 我记得好像在这边打个P吧 它好像也会跳到P开头 对吧 它会自动跳到P开头 然后找到之后会出现 理论上因为Enjoy将来 这个Drobo会可以分成好几个资料夹 它可以规定说 哪一个资料夹是对应到不同的手机的尺寸 解析度有大有小 它也可以针对不同的 所以Drobo可以好几个Drobo 后面的话你可以它有Dash 它就是某一种尺寸 不过因为预设里面我们只有一个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去区分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网站上 它就是低中高然后非常高 再极高就是好几个Label 那你可以放不同的解析度的图 所以未来当然会有很多张图 OK 不过初期如果说你要一个尺寸全部共用 那你就放Drobo里面就好了 OK 然后按OK 自动可以加进来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把它改成什么 先把它改成Image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个E 有没有 记得就是这个里面 把那个Button部分 要把它改成ImageButton OK 这边的话前面有讲到过了 这个ImageButton 改个方法不外乎就是 你可以把它改成I开头 它自动跳出来 把后面Delete掉 OK 然后它自动 记得把这个Test 这个Test 这个标签把它删掉 OK 那再把它Save 这里面很多个 所以你一个一个分别把它完成 其实很花时间 第一个我们就做 不过它这个地方 它是不会去 有那个动画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要增加有动画效果 必须要去做一个什么呢 这边本来是GIF檔 那我必须要做一个可以切换 比如说当它没有按 是抓第一个图档 当我按下去的话呢 抓第二个图档 那这个地方 在Android里面呢 它可以借由一个XML的档案 去做什么呢 帮我去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怎么设定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按右键 你可以去新增那个XML的档案 不过我发现它这里面没有预设的XML 所以变成我要用File的方式 会比较简单 我可以在这里的话呢 增加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 假如说是PIC01 那后面记得自己加一个副档名好了 点XML OK 然后把它按OK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空白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按OK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XML的那个档案 里面的那个相关的格式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请各位可以往下 将按钮往下抓 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刚刚把我做完的这个贴上来 那动画按钮这里 里面这边有一段 就是说设定的这个范本档 那你可以从这个范本档 假设C 我们用这个范本档来做参考 然后呢 我直接把它放在我的那个 刚刚产生的这个XML里面 那里面基本上做哪些事 基本上第一个 它是一个selector 一个selector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会有item 会有两个item 一个item是 当它预设值是什么状态 所以预设值你会发现是drobo 从那个drobo里面呢 会去抓一张图片 它这个图片的话就是这一张 OK 没有按下去的这个效果 那另外有一个item 另外一个项目呢 是当它什么呢 当它被这个state 它状态呢 是被placed 就是被按下去的状态 那去对应到这张图档 所以基本上这个XML 主要是对应到两张图档 特别之后这两张图档 你必须要本来就拥有 本来就在里面了 那我这边就是给各位一个范本 反正你就是照这个范本 自己去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不外乎 那就是把1改成2 一直到9 改完然后分别产生PIC01 一直到PIC09 会有9个XML 那主要就是决定它的状态 没有按跟按 至于就还有更多的变化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找相关书籍 我在坊间看过类似的书籍 好像都日本书翻译过来的 好像日本书里面 才有比较讲到美工的部分 其他好像就比较少讲到这一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范本 我想大体上至少现阶段里面也够了 反正至少有个动画 所以之前有同学是做一个那个 好像有点点那个立体的那个图档 当按下去的时候 真的有那个按下去的感觉 就是有一张是立体的 一张是平面的 就是好像感觉user按下去 感觉好像那个图会 就会有缩 会感觉真的是 你是按下去那个效果 还有同学是做什么 做那个打地鼠吧 有人把它做成游戏 就是一张图是那个 跳出那个地鼠的图 一张你按下去啊 刚好它就被你压下去 有没有 那个地鼠就真的 所以比如说像外面 游乐场里面给小朋友玩的嘛 打地鼠嘛 所以它也做游戏打地鼠 而且还蛮好玩的 有没有 那就是动态的去一到九 它轮流去把那个地鼠弹出来 当它按下去的时候 就把另外一张图秀出来 感觉还 其实不会很困难啊 但是就基本上还蛮好玩的 然后可以计算时间 还可以计算它打中几个 这个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 还蛮有趣的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怎么产生动画 其实最后记得改一个地方 就切回到ActivityMan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那个Design 这个地方好了 也许这张图 如果我要去切换的话 一样是Image View 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一样是Background这个属性 那你选的时候 记得一样是选什么 选PIC01这一张 那PIC01你会发现喔 在Android Studio 比Eclipse 我觉得来得更好 就是说呢 它会跟你讲说 当你按下去的 有沒有 这边有个Pressed 就是你已经被按下去 跟Default 两张的状态 OK 当然如果你要更改的话 也可以直接从这边更改 然后最后按一个OK 其他的话 如果你做完之后 那就可以把那个效果给做出 做出来的效果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看基本上 我做完的这个效果 类似像这样 按下 按下去 如果你手按下去 它会有那个压下去的 不过其实我也应该 因为美工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如果 你没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去找找看 网路上看看 有没有那种 有比较立体的感觉 所以按下去 会更漂亮一些些 按下去 这个可能自己再去找找看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就是那个动画的设计部分 那主要就是第一个 请你把那个Drobo里面 按右键 新增 一个那个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File 我是用File部分 那File部分的话 请各位第二个 再去参考云端上面呢 有一个就是范本 这个就是XM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范本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范本 自己再去修改 或者在我想Google 网路上应该也有人分享 就是说各种制作那个按钮 动画的相关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有兴趣同学自己再延伸去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动画效果 可以让你的界面更加生动活泼 然后也许可以做一些些简单的那个游戏 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想想看 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像什么汤猛熊那些游乐场 其实里面的游戏都是很简单的 它只是让你去可以像那个 其实没有太多的太复杂的东西 那你基本上可以把那个简单游戏 用我们之前上课讲的Java逻辑 我想大体上很多是可以很快写出来的 如果说呢 当然你要去参考别人写的那个游戏 我之前好像在Java课程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而且你可以Google找一下那个JAR JAR以前Nokia手机里面也支援JAR的小游戏 其实在配合那个什么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你要甚至解压说出来有沒有 JAR党就是EIP党 你把那个解压说出来 里面其实就是很多的class 而且甚至里面它的resource党 那个图党都有 当然当然那个有涉及到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不过你可以参考啦 其实里面很多小游戏 很快的你如果要转移到眼就会 并不是很困难的 而且都有很多现成的 OK 所以当然你动动脑筋 很多东西呢 你的这个小游戏很快就可以产生了 那产生动画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我把TOS改成就是引用那个图档 比如大叉叉跟打勾 然后未来像我之前同学设计的时候 除了有图之外 他还有配合声音 那这样其实基本上用起来 感觉那个APP还蛮好玩的耶 就会引人入胜 OK 甚至可以配合一些实际上大家都有需要 像他有同学是做什么全民音简 就是说可以比赛嘛 那如果说最后成绩也可以上网 那这个当然在教育里面 就还蛮好用的 像现在补习班里面很多是补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平常让小朋友玩的时候 是把游戏配合就是他需要记忆的东西 那从游戏当中去记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向 而且现在手机 好像小朋友看到手机就 就会离不开的感觉 好像跟他黏住了 那如果说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 就是学习教育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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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